詞曲 李宗盛 我今天會和大家說明報的星期日生活 這是一個非常初步的整理 我相信聽得懂我講廣東話的聽眾 有多少星期日會看明報的? 舉個手來看 我其實不用說了 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為什麼我會選明報來講呢? 或者明報星期日的版本有什麼重要呢? 首先交代一下 可能香港的聽眾不太知道什麼事 明報其實是一份1959年初刊的報紙 如果大家知道 他創刊的是查良蓉和沈寶生 查良蓉就是寫武俠小說的那位香港作家 其實他起初不是大報 他起初也是一些小報 後來才越來越中產 然後變成大報 他創刊 到2003年 他們就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就是在原有的報紙之外 他就做了一份 只是在星期日才出版的創刊 就叫做星期日生活 開版的時候 是五張大紙二十版 從2003年到現在 總共出版了14年 如果以期數去計 總共有七八八十一期 而這個副刊的編輯 這麼多年來 暫時仍然是黎佩芬 他就說他們做這個副刊的時候 其實開始做的時候 一直用兩個鍵詞去思考這份副刊 很有趣 它是中文報紙 但是他跟我說那個鍵詞是英文 很香港特色的 他說那兩個鍵詞是什麼 就是inspiration 和leisure readings 而這份副刊 他不僅有它好像報紙一樣的時事專題 人物專訪 市地旅遊 影坪書屏 DIY手工 食譜 旅遊等等這些欄目之外 它最特別的地方 是給了很多空間 給文字和圖像創作 而這個情況 如果用千禧年初的時候 去思考香港報紙的環境 就是作為大報來講 大報原先是以文字為主導的 如果相對大家去思考那個年代 或者是蘋果出現之後 蘋果入報出現之後 這些報紙或者後來的媒體加入之後 才會變得越來越是圖像主導的 所以作為一份大報 它在庫刊裡用了一種圖像 給很多版面和很重要的意義傳達的角色 它們是一個很不同的一種手法 而我剛才也強調 《明報》近這幾十年是一份大報 所以你看到很多時候 它那個封面 近年好像沒有了 它就會說我是公信力第一的華文報紙 而且我說大報 大報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在說那個規模 在說銷量和讀者量 我沒有一個早年的數字 他們的數字很難要求給我 好像商業機密 問了很久都不說 但是它可以提供給大家 近年 因為網媒和姊妹 他們是合同一起去做一個統計的 所以他們說 他們每天的瀏覽量就是四十萬 即是跟我們在說一些 藝術媒體的環境是很不同的 我去做這個初步的整理的時候 是基於甚麼和有甚麼方法呢 這三個大箱是我搬了幾次屋 都不捨得扔的 其實那堆名簿 如果搭起來 是比我高的 每次搬屋都很痛苦的 這三個箱 每次都很想扔掉它 而去做一個十四年 這麼多期七百多期的整理 以我一個人的人力物力 當然是做不到 所以我這次的方法是怎樣做呢 就是大家看到 這個是Pointer 大家看到前面這堆 報刊是一個時間性的連續 我好像做武藏探科 或者考古探科 我就把每一年七月的明報抽出來 譬如七月有四個星期日 或者三個星期日 不會有三個 通常四個或五個星期日 他們抽出來 然後就做了一些資料整理 把裡面一些圖文創作的作者 欄目、板位、排在哪一板 其實排在哪一板的目次 對我來說都頗重要 這樣就做了一個代表出來 而我接下來的佈局 就是基於這個代表之後 整理出來的一些結果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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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選擇七月呢 我想 香港的… 我可能都會猜到 就是… 因為… 七月是香港 回歸祖國的紀念 那另一個就是七月 也是自2003年起 每年的七一大遊行的一個月份 那很多公民社會上面 會發生的事情 或者抗爭事件 都會在七月發生的 所以我就選擇七月 作為一個… 去… 開始一個整理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部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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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我亦都訪問過 部分的一些作者 亦都跟剛才提到的編輯 談過 我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大致上 將這14年的《明報》 分成三個階段 那… 第一個階段 我會稱它為 一個很多元的實驗時期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其實很有趣 你看它的版面 已經可以看到我們… 一方面是香港 做新聞的處理手法 不同媒體 處理圖像的手法 的一些轉變 譬如現在大家看到這兩個版面 我剛才強調說它是… 大埔裡面 就是… 本來是用文字主導的 但是在富康 它《明報》 《星期日生活》 它企圖… 加多很多圖像的版面 但是加多很多圖像的版面 你也看到它一直在實驗和試驗 譬如這個是早期… 2003年… 2003年… 七一遊行前後的時期的《明報》 你看到它用的那些圖片 都是一些photo-generalism的圖片 很傳統的… 透過不同時間的… 不同的掌握 去說一個人物的故事 或者是說一天的一個新聞故事 而這種版面 在早期的《星期日生活》裡面 是非常常見的 而這些圖像的來源 也是《明報》本身自己的攝影記者 但是很有趣的是 它在這個階段 它也開了一些專欄 是一些所謂時事諷刺性的專欄 這個專欄就是… 由… 超人 她的筆名叫超人 即是你… 糟了… 突然間噴不出 超人去主導的 但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起 這個版面有什麼似曾相識的地方 我會去Asoce 其實它的版面 其實很像她當時在港台做的 頭條新聞 那個特別的專欄 的故事 我沒有直接去對她 那個星期的頭條新聞 是不是就是在《明報》發生的 那些內容或者主題 但是你看到其實很有趣的媒體之間 那個互動 甚至乎我會形容這個 是… 本來是進化了在電視 或者是一個流動 一個流動影像的媒體裡面 但是突然間她去到一個 print media裡面 去扮演一個流動影像的媒體裡面 一些圖和文字 甚至乎語言 構成的一些溝通的方式 而… 剛才提到的這個欄 比較細 她那個… 她的欄目名叫做影像特區 影像特區這個也很日語相關 一方面她是指著她用… 企圖用影像去說故事 但是… 與此同時她是想說 我們picturing the SAR 我們將我們的特區香港 特別行政區 同像化 很有趣 好… 這個… 多元實驗時期 因為她始終是大埔 所以她要照顧不同的 讀者群的需要 而大埔另一個意思 她是一個很入屋的報紙 很入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那種… 她是一個public spheres 但是她會進入你家裡的 一個private spheres 所以她會有親子版 但是這個親子版 是誰做的呢? 就是熊仔叔叔做的 熊仔叔叔這個名字 聽起來好像很親切 很親子 但是大家要知道 熊仔叔叔是70年代的老舍運 所以她到底在這裡做什麼 我稍後會再提一提 好… 另一個不可忽略的 就是… 我自己也有參與其中的一個年代 在明報 當時我還在Praise 搞藝平班 我們有一大群朋友輪流公稿給明報 這群朋友包括什麼人呢? 包括白相傳、異犬11mi、蘇國、KY拔圖、小西、Jer 梁展峰、曾德平等等 譬如你看到右邊這一個 是曾德平做的作品 是什麼來的呢? 因為這一期整期 基本上你揭開差不多三分一的版面 全部都是這些創作 這一期就是特別為七一遊行做的 創作的一個特輯 右手邊曾德平的作品是什麼呢? 你很難相信在主流報紙上 可以刊登這些東西 你不太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這樣看下去 而他在這裡做什麼呢? 就是他在遊行裡面 他遇到的朋友 他就跟他拍照 然後登上那些名字 和那張照片 另外一個就是 我如果舊時間也會詳細說一些 就是白相傳 這個也是特別為七一遊行做的一個作品 他就把之前的明報 拍攝遊行的照片 然後他跟這張照片互動 去當日拍攝這張照片的位置 攝記拍攝這張照片的位置 去拍攝這張照片 作為一個報紙的延續 這一種對於報紙的 視覺呈現的一個技術 藝術家的一個回應 不同種類的作品 我沒有時間詳細說 第二個時期 我會稱它為一個很多元 但也比較成熟的時期 它真的打開這份報紙 很多版本都是這樣的 即是給很多版面 是用來做創作的 而這個時期 我數過是給圖像創作版面最多的 即是你攤開報紙可以兩邊 這裡有三個不同的創作 而這個時期也很特別 除了剛才我提到的創作 就是它甚至連介紹 或者評想藝術的方式 寫法都很不同 左邊這一個其實 筆名是Speak the Spider 即是羅遠儀的一個關於藝術 尤其是視覺藝術的一個 介紹的版面 但它是用書信形式寫的 而這個書信形式是甚麼呢 它是用電郵形式寫的 右邊這個 這個欄目是由2009年到現在 仍然存在的 如果大家熟悉 就是楊秀卓寫的教案 它不是直接直接說的 它是用學生作品的教案寫它的專欄 另外一個就是 當時的藝術是玩得怎樣 它不單是用那個 和那個報紙的visuality去玩 它連報紙那個 今早也有朋友問到 就是那個排版的問題 甚至乎連報紙版頭 都玩了 這裡怎麼玩呢 就是它是連續看的 即是逐版揭地看的 就是它是讓藝術空間玩到這樣 即是你要 只是揭個版頭來看的 又有連續性的 都好像玩了一年多兩年的玩法 這個時期 雖然 其實Persi的參與 就沒有在這裡 但出現了很多不同 或者新的作者 那些新的作者 真的從明報這個原地 開始令大家認得它 甚至乎它通過這個 連續的創作 建立它自己的風格 左邊這個是李香蘭 右邊這個是江記的Panda Man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要來講保育 即是要來講古蹟保育 這個是黃偉賢 而這個要提的就是 這些創作很多時候 你必須在報紙時事的語境 去讀它才能夠讀它的意義 譬如這邊 就是當時香港 大家在搶著那個 I'm not a plastic bag的手袋 然後剛好黃偉賢 其實當時就做了一些 手繪的交代 作為一個這樣的對話 如果你抽空了這個 context 其實你這樣去讀 其實沒有那麼豐富的意義 好 好 對了 所以我講這裏圖像的作用 其實它雖然在報紙上 它不單止是報道那麼簡單 它其實很多時候是互動 介入 甚至乎變成了一個 藝術探索的平台 第三個時期 我會叫它的類型開始鞏固 其實沒有早期那麼大實驗性 我會覺得 但是它的類型就越來越清楚了 已經過了之前的藝術探索的階段 所以它的類型會比較固定 譬如它是插圖就插圖 它是漫畫就漫畫 它是一個圖和文不同作者的互動 然後做一些篇幅出來 又會比較固定 同時這個期間也要留意 就是網媒的影響力 是開始大於紫媒的 所以這也是使得它在內容深度上 它要再加以發掘的 時間不多,我要跳 而在創作的內容裡面 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特別在散運之後 就是明報早期的創作 很強調你的參與性 很強調你參與完 就可以改變社會的那種氣氛 在散運之後是少了 我會覺得多了的是什麼? 多了的是這一類比較尖結 比較隱晦、迂迴的創作方法 尤其是這張 在提及立場 當時,如果你想想 香港的社會很兩極化 在立場上 在這裡便會去諷刺這種 很對立的狀態 我其實想說 我就想抽三個 三組對比出來說 裡面的藝術家的手法是怎樣 我這裡只能夠很快地帶過 為什麼我說它不是 單止是一個發表的平台呢? 就是好像 剛才大家提到的 有一些雜誌 它可能提供一個封面 它刊登一些藝術家的作品 而那個影響力 或者那個散布的復原 是比展覽更加廣闊的 在《明報》這個案件 我便想再推進一步 它不僅是一個發表平台 那麼簡單 很多藝術家 是用它作為一個媒介去說 作為一個創作的媒介去說 譬如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是 我們會記得 要想回那個年代的環境 不是我們現在看網媒的 而是用手機的環境 你仍然是第二天打開報紙 會看到一些驚喜的年代 甚至當時用大量的攝影 去說一些事件 是當時才是最著名的手法 而這個手法 我覺得跟香港社會 都有關的 就是透過這種圖像 去告訴香港人 什麼是香港人 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它是拍攝香港人 所以 而Photogentism的手法 就會 這個是幾點鐘 遊行的人 人潮的密度 這個是幾點鐘 遊行人次的密度 然後 白相傳藝術家 就會在報紙裡 同樣說這件事 但他就用 他個人走 這個同樣的路線 去說出這個情況 換句話說 如果沒有 這個報紙的這種視覺呈現 他這個作品 其實是很難構成這個意義的 所以我想說 為什麼我覺得 《明報》 跟香港的公民社會 是這麼識識相關的 這些都要跳過 沒有時間說這麼多了 另外 跟白相傳的創作手法 也很相近 但是 我會覺得 更加進一步 進入那個 政治經濟的 就是程展偉 而這個是很新近 近期 現在還在做 你看到 臉書也還在發財 就是關於 垃圾桶的關鍵 這些都加傳護曉 去做保安 那些社會實現 而我剛才說 為什麼我說 那個是一個 明報星期日生活的傳聖時期 就是 你看到他除了是 一個發表原地 除了是一個藝術家 拿報紙作為一個創作媒介之外 他甚至乎是一個 介入社會的一個方法 例如這個事件 我想很多香港朋友都會記得 就是 時代廣場的公共空間事件 大家要記得 就是 那件事件 怎麼發酵 其實很大程度是經過 明報星期日這個版面 當時 因為我在獨立媒體 已經在網媒裡 所以網媒和姊妹 在這個事件裡 是一個合作關係 搞了一個比賽 大家如何出奇際性 去騎劫了時代廣場 然後 由一個只是輿論上的事件 變成了一個 那天的集會 起碼有五百人 是一個這樣的媒體 和公民社會的互動狀況 時間不夠了 說不出那麼多 我想我只能說 就是 我只能去我的總結 我其實很想說稿費 稿費也很重要 稿費呢 其實我是想說 少少 一個副刊 和作者 和出版之間的 一個經濟活動 是怎樣 明報稿費很低 例如剛才大家看到的版面 猜測到多少錢的稿費 咦? 咦? 你一定知道 你應該要公告稿 它的稿費是低到三百至五百 OK? 但是我訪問一些作者 他們全部都很珍惜這個合作關係 因為他們覺得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發表的原地 甚至乎是一個政治實踐的機會 但是這個政治實踐 又基於什麼 令它實踐到呢? 就是 說回一個故事 就是明報為什麼 會開了一個星期日生活版 其實是幫報紙救市 大家知道 就是明報一份大寶 我不斷強調 所以它很重要的讀者群 是靠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學校訂閱 所以如果它星期六日 沒有一些特別的版面發生 其實是人們不會買的 而這個星期日明報出現之後 其實是突然間令它星期升了幾千份 所以我想強調 它既有一個和香港公民社會的互動 但是與此同時 它亦是一個市場運作的東西 OK? 好了,就是最後了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呢? 就是我昨天聽完Michael的講述 後來就想 就是一個不同的地方 對亞洲的一些閱讀上的落差 但是我發覺在香港 那個落差不僅是地域性的 那個落差其實是 語言群體之間的落差 如果我們有 剛才我說明報是由2003年開始 已經是一個這樣的創作版面 裡面可能包括一些 我們可以說是社會介入的創作 可以是relational aesthetics 可以是公共藝術 可以是situationist 等等的創作 但是這個應該是 2015年 Time Out的一個文章 到了2015年 在香港的英文媒體裡 它還會問 Is Hong Kong ready for contemporary art? 而你看到 那個不同的語言群體 構成它那個視野 或者它看到什麼為之 藝術 什麼為之社會 那個Divine 是有多寬 所以我很希望 如果有朋友 是對香港 一些社會介入的創作 或者想閱讀 香港的藝術和社會的關係 我就強烈建議大家 應該去看看 明報的星期日生活 我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